第1271章 备战诸邪 祖庭上空的漫天异象 顿时消失 只剩下四千余万 正在悟道之中的神魔 天也算是做了件好事 竟然一股脑 让我祖庭这么多神魔 进入悟道的境界 钟月喜不自圣道 但其他人想的 却浑然不是这件事 而是被刚才祖庭爆发出的 威能所震撼 第一杀震 不愧是第一杀震 竟然有如此恐怖的威能 让天受伤顿走 至于四千多万神魔同时悟道 带来的震撼反倒不如第一杀震 威能爆发 更有冲击感 对于这些神魔来说 这次可以算是难得的际遇 炼至天道之宝 天入侵祖庭 都带给他们莫大的提升 可想而知 此次大悟道结束之后 只怕会有千万神魔 突破原有的境界 再上一层楼 这种际遇 真是可遇不可求 钟月感慨一声 看向三十天道之宝 有些范畴 在祖庭之中 这三十天道之宝 翻不起多大浪花 但是倘若拿出去 那必然会是莫大的隐患 现在是天 穆仙天和祖庭三大势力联合 共同对付古老宇宙的神王 天暂时不会利用 三十天道之宝杀它 但是将来 这三十天道之宝 必然会被天用来 将它斩杀 那就危险了 天道之宝的威力极为强大 每一件放在地兵之中 都是难得的精品 三十口天道之宝合必 威力更是大的不可思议 而且 就算杀不了钟月 也可以将它麾下的所有势力 统统铲除 若是将天道之宝 放入我的道一秘境中呢 是否可以隔断天的感应 钟月有些迟疑 它的道一秘境 是它所开辟的脑中宇宙 内藏先天八卦 先天四相和先天神魔 太极各大圣地 孕育盘古神人 它的先天真身 道一秘境自称天地乾坤 先天八卦中便有天道卦象 倘若可以将三十天道之宝画 做天道的一部分 融入到它的先天八卦之中 它的道一秘境 势必会更加完整 真身的实力肯定更强 但是 倘若到一秘境 无法屏蔽天的感知 那么将天道之宝放入其中 就是将自己的性命 送到天的手上 他这次练宝 得到了许多关于天道的感悟 但感悟是感悟 天道之宝内藏的天道 还是在他感悟的道理之上 过了片刻 钟月做出决断 将那三十口天道之宝收来 接着向玄奇二帝 讨来万宝道锤 继续锤炼这三十口天道之宝 玄奇二帝等人心中纳闷 不解其意 钟月这一次锤炼 却并非是继续完善天道之宝 而是一次又一次敲击 周身翻飞的卦象 在不断被敲入 一口口天道之宝中 他是在将自己的先天八卦 炼入天道之宝 天道之宝虽然是他所炼 但其中蕴藏的道 却是天的道 没有他的东西 所以会被天所掌控 为天做嫁衣 但是他将自己的先天八卦 垂入其中 天道之宝中便多出了他的烙印 先天八卦属于他 天道属于天 而八卦囊括天道 那么 他便拥有了 从天手中夺取天道之宝的可能 当然 天的实力超出他不知反击 钟月就算是在所有的天道之宝中 烙印上先天八卦 恐怕也难能从天手中夺来掌控权 不过随着他的日渐强大 八卦烙印侵蚀天道 吸收天道 那么他便可以从天的手中夺取掌控权 甚至彻底拥有天道之宝 又过了数年时间 钟月终于将三十口天道之宝重练一遍 所有的天道之宝都被打上八卦烙印 这才松了口气 将万宝道锤还给玄奇二弟 钟月心念微动 三十件宝物飞起 落入他的道义秘境 填充到先天八卦圣地之中 天暂时不会对我下手 那么我还可以暂时用天道之宝来提升我的真神 真神越强 实力提升越快 天便越是难以对我下手 三十件宝物落入先天八卦的天道卦象里 钟月精神大振 脑中传出轰隆一声巨响 他的道义宇宙不断扩张 成倍成倍地翻升 与此同时 他的精神力暴涨 法力疯狂提升 先天八卦圣地也自扩张 他的真身实力也是水涨船高 天道之宝 让他的道义宇宙拥有了完整的天道 对他的实力的提升可想而知 好强 真的好强 钟月又惊又喜 探出一只手掌 轻轻一翻 手中顿时多出一口混元大罗剑 手掌轻轻震动 混元大罗剑争的一声 一分为五十口 剑尖向内 在他掌心不断旋转 形成一个大圆 他屈指轻弹 混元大罗剑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 障天部递天书 哗啦啦翻动 每翻过一夜 便有一个世界 从书页中浮燃月出 一个个世界 出现在他掌心之中 沉重无比 蕴藏莫大能量 钟月握拳 所有的世界回归书中 障天部的天书消失 他手指舒展 掐天印 一印轰出 天印自动浮现 带着浩瀚的天威 他双手一扣 高举过头 顿时天平出现 改变四季 钟月散去天平 单手高举 玄黄山出现在手中 玄黄二气 一气垂地 一气升天 他心念微动 魂天仪飞起 呼啸膨胀 周天力度 浮现在魂天仪上 真是好宝贝 倘若天不与我争 便可以让我的实力 强大数倍 打死一尊 帝都是不在话下 钟月赞叹连连 将三十天道之宝 逐个试验一变 心中愈发开心 对天道之宝的 威能愈发满意 这些天道之宝 都不是用宇宙原液炼制而成 威力还没有提升到最大的状态 其威能便已经如此强大 倘若用宇宙原液炼制 只怕每一口天道之宝的威力 都将会是天于那等层次 甚至更强 他寻到的道业不多 已经用在先天八卦圣地上 提升自己真身实力 自然不可能将珍贵无比的道业 用在天道之宝上 毕竟能否从天的手中 夺取掌控权 尚未可知 时光飞逝 不知不觉间 又过五十年 距离第四次未来诸地大会 也是越来越近 忠越已经准备命人 前往宇宙各地 广妖豪杰 而在此时 穆先天派出神官代指前来 公身道 天丞相 陛下出官 命臣带来陛下旨意 忠越心头威震 道 念来 那神官连忙道 陛下的意思是 旨意不能念出 天丞相自己观看即可 忠越接过穆先天的地址 展开看去 只见这张地址上一片空白 没有任何文字 只有两个手印 那是不同的手印 都是左手 一个是神的手印 一个是魔的手印 两只手印散发出可怕的波动 那是先天帝威 穆先天的神道真身 终于成帝了 忠越即便早已料到 会是这种情况 但还是被震撼了一下 太快了 穆先天的神道真身成帝 速度超出了他的预计 从他魔道真身成帝至今 才几百年的时间 没想到穆先天 便已经做到了神道成帝 他原本以为 穆先天会用千年的时间 才能做到这一步 穆先天自己也说 自己神道真身 千年才可以成帝 谁料居然只用了三四百年 这表明 穆先天的神魔二道 基本上已经平衡 神魔平衡 那么母体距离地近 也就不远了 倘若穆先天的母体成帝 三体合一 那么他 他 会是何等强大 那是真正的神魔大帝 当代神王 穆先天的母体 到底是否已经成帝 忠越翻看地址 这上面只有两个手印 没有第三个 让他无从得知 穆先天母体的修为境界 你回去吧 忠越挥了挥手 那神官陪笑道 天丞相没有什么话 让下官带给陛下 不用了 忠越目光闪动 道 算算时间 陛下应当也快到了 那神官不解其意 镜子告退 忠越目光闪动 穆先天神道真身终于成帝 那么他必定要对古老宇宙下手了 对付先天邪帝 而天也会出动 共同对付邪帝 邪帝此刻 在研究黑帝魔眼 以及魔眼中的那孔悟骨 现在应该差不多要研究完了 因此 必须尽快出动 速战速决 否则邪帝出关 便失去了一个偷袭的大好机会 足够 祖庭外来了许多不速之客 突然有神将来报 不速之客 穆先天已经来了 忠越起身 走出大殿 向祖庭外看去 随即走出祖庭 迎向那些位不速之客 帝修罗 帝洛先生 御主 忠越躬身见礼 又看向帝洛先生身后 只见一尊尊强大无比的神魔 各自带着不同的天道之宝 屹立在帝洛先生身后 仿佛与天地相容 三十天道身 忠越吸了口气 目光闪烁 寒笑道 朱君远道而来 令我祖庭蓬毙生辉 快快里面请 帝洛先生似笑非笑道 免了免了 天丞相的老巢险恶万分 我们便不进去做了 免得陷落其中 死都不知怎么死的 突然 道道锐气远远而来 忠越急忙看去 但见穆仙天的三尊真身 与太逢 长生 央尊 五威四弟连美而来 气象非凡 众人各自见礼 忠越殷切道 陛下 诸位道兄 一路劳累辛苦 快快到寒舍里歇歇脚 咱们详谈 不了不了 穆仙天母体真身撇了祖庭一眼 磕磕气气道 正是要紧 天丞相的老 老爹 我们还是不进去了 毕洛先生 天到了吗 毕洛先生撇了撇祖庭 微微皱眉 道 天不愿来到这里 不过陛下放心 天随时可以出现 第1272章 目标邪地公 忠越心中了然 天之所以不愿来到这里 却是因为在祖庭中吃了个亏 被忠越将他的伤口撕裂 因此 天对这里有些畏惧 对于道神来说 忠越的巢穴 绝对不能随便进入 哪怕是他亲自殷勤邀请也不成 毕竟是古往今来的第一沙阵 浮明道尊吉和福西 燕姿历代帝皇天皇之力 炼制而成 道神进入其中进入其中 也有陷落的可能 显然穆仙天不知从何处得知祖庭的底细 因此也拒绝忠越的邀请 忠越承治道 陛下 老臣的领地 而今建设的颇为繁华 陛下与诸位道兄 都是远道而来 还是先落落脚 也好让老臣殷勤款待一番 穆仙天抬手 笑音音道 天丞相不必说了 各种道理 你我都懂 他没有点破 在场谁都知道 天丞相就是福西 就是帝朝的反骨贼人 但都没有点破 倘若天帝进入反骨贼人的巢穴 被反骨贼人将天帝 四玉帝一网打尽 整个帝朝的所有中流砥柱被砍到 然后反骨贼人 便可以屁颠屁颠地跑到紫威 自己去做天帝了 虽说此行的目的是 先天邪帝 但倘若能够先将穆仙天的势力 一网打尽 反骨贼人一举做上了地位 那么反骨贼人 便可以与天联手除掉邪帝 天一定不会拒绝 穆仙天自然不是傻子 才不会给反骨贼人这个机会 中月暗叹一声 也没有勉强 过了片刻 藏灵神王与玄奇二帝赶来 风啸忠也走了过来 藏灵神王玄奇二帝 向众人见礼 只有风啸忠没有见礼 众人纷纷还礼 穆仙天点头 道 这次已经到了四十四位地级存在 天丞相 金乌神帝 应该也再赶来吧 中月点头 那么便有四十五尊地级存在 为了剿灭先天邪帝 出动这么多地级存在 再加上天 应该把握十足了吧 穆仙天笑道 邪帝一除 神魔失衡 那么先天神帝 和先天魔帝便是同水火 古老宇宙可破译 那时 诸位都是功 功臣的臣字 他没有说出 心中有些气弄 如此庞大的势力 却不是属于他的势力 碧落宫和天道绅士天的势力 而中月又是凡古仔 其他四玉帝 也是合作关系 多过军臣关系 自己能够调动的 好像也就是五威帝和太逢帝 陛下不必多说 即刻动身 中月记起千亿古船 道 邪帝估计再过不久便要出关 他若是出关 我们便无法偷袭了 至于金乌神帝 我已经通知他 前往邪帝宫 在邪帝宫附近会合 诸位帝即存在 纷纷登上古船 古船周围的仙天肉翅震动 破空而去 穆仙天站在古船上 向众人打量 只见天的天道身 各自被光运笼罩 看不清面目 天的天道身极为神秘 在宇宙中 应该都是有头有脸的存在 天隐藏这些天道身的面目 估计是不想暴露自己的本钱 这些天道身 唯一露面的 便是天命身体修罗 每一僧天道身都 掌控着一口 威能其大的天道之宝 威力至强 丝毫不逊于天狱 可惜 穆仙天暗叹一声 又看向玄奇二帝 藏灵神王和风孝忠 心中凛然 他有四玉帝 而中月身边 也有四位帝籍存在 这分明是 与他分庭抗议 玄奇二帝精于炼宝 藏灵神王乃是远古神王 而那个风世 则是一举葬送了白鸭 和惊天二帝的存在 穆仙天道抽一口冷气 再加上金屋神帝 他身边有五帝 他的势力 已经不须于我 在古老宇宙 建立起一座小天庭了 龙旨已经成帝 不过因为底蕴不深 这次穆仙天留下 他镇守天庭 没有让他跟来 穆仙天这才发现 中月麾下的中层战力 神魔数量 造物帝君 的确是不如天庭多 逊色原意 但是顶层战力 已经丝毫不逊于天庭了 甚至更强 中月将中层战力 发展起来的时候 那么便是他举兵造反之时 不过还好 还有其他存在 已经开始与我联手 而且我若是三体合一 便是无双的仙天大帝 他始终要在镇的下面 俯首称臣 穆仙天想起 不久前见到的 那几尊上古大帝 稍稍放心 上古大帝虽然年事已高 但是战力却绝对恐怖 其中有一位百草先生 绝对是个中强者 对他名言之所以与他联盟 为的便是对付中月 而另外几尊上古大帝 寻到他 虽然目的不同 但却是他的力量 对付中月 自然不在话下 千亿古船无声无息 赶往邪地宫 船上众人都是面色凝重 有些紧张 虽说古代不时 有天帝率众 讨伐神王的事情发生 但每一次都是伤亡惨重 没有人能够保证 死掉的那个 不会是自己 而且 虽说天会随时出现 但到底是何时出现 这还是个未知之术 天的目的 到底是打算帮助 他们除掉邪地 还是等待他们 伤亡惨重时 才会出手 后者 更有利于天掌控他们 诞生先天邪地的 先天至邪圣地 陛下是否寻到了 突然 忠越开口道 没有寻到邪地的圣地 想要彻底铲除他 只怕有些困难 没有 沐先天摇头 看向碧落先生 道 天是否知道邪地的 诞生地的方位 碧落先生微微一笑 摇头道 不知 忠越微微皱眉 碧落先生这话模棱两可 可以有两重解释 解释一 天也不知道邪地的 先天圣地 解释二 他不知道天是否知道 邪地的先天圣地 第二种可能更大 忠越眯了眯眼睛 心道 天会如此热衷于 斩杀先天邪地 那么他多半是 已经猜出 邪地的先天圣地 藏在何处 他轻轻扬眉 天的目的是 趁着邪地附生 掌控邪地 他的眼角突然跳动一下 突然想到一个可怕的可能 天的目的 不是为了除掉邪地 而是为了掌控邪地 掌控邪地 便可以因此 而掌控先天神地 先天摩地 等到神魔失衡 先天神地 先天摩地按捺不住 大打出手 两败俱伤 目先天承虚而入 古老宇宙的那一刻 天带着先天邪地降临 让神地 魔地归降 那时 古老宇宙 便会如紫薇一般 纳入天的掌控 变成天的祭祀地 古老宇宙的一切众生 都会成为天的子民 好计谋 我与穆先天如此拼命 都是为他做嫁衣 就如同我炼制天道之宝一般 忠岳心中赞叹 这种计谋 简直就是润物戏无声 让人毫无察觉 不知不觉间 便为天做了大好事 还要对他感恩戴德 不过天的把戏被我识破 想要得到邪地 那就随他而去 但想要完全得到魔地和神地 得到古老宇宙 那么就不太可能了 他微微一笑 我可以在天道之宝中 种下先天八卦 与他争夺掌控权 在古老宇宙中 又何尝不能 终于 邪地宫遥遥在望 还未来到近前 诸位大帝便感觉到 一股股负面情绪 从自己心底迸发 影响着他们的道心 先天邪地的邪念邪道 实在太强大了 即便是地级存在 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影响 被邪道所左右 突然 众人感觉到自己的法力 莫名失控 帝兵也跟着 有失控的征兆 不断跃动 邪念太强了 五威地脸色大变 眼珠子变得一上一下 邪眼四下打量 失声道 再走近的话 我们便会失去 对帝兵的控制 从而暴露踪迹 他被邪地宫附近的邪道 和邪念影响 自己的眼珠子 歪了也不知道 这只是邪道中的 骤灵邪道的作用 让人看不到 听不到 闻不到 摸不到 想不到 从而厄运丛生 却在此时 一尊天道身 轻轻抛起一面阵图 化作一片天幕 将千亿古传笼罩 顿时众人感觉到 邪念邪道 无法入侵到那天幕之下 紊乱的法力顿时平息 帝兵也不再震动 众人都是松了口气 中月却是心头大震 看向那尊 记起天幕的天道身 声音有些沙哑 道 这位道兄 我们见过面吗 那尊天道身面目 笼罩在重重叠叠的 光运之中 让人感觉到一种 不爽目光 从光运之中传来 呵呵笑道 天丞相 这还是我们头一次见面 因为 上一次我并没有追到你 中月常常吸了口气 点了点头 道 你差点追到了我 他压下心头的震动 这尊天道身 是封锁虚空界的 那尊可怕的存在 中月进入虚空界时 便是被他追杀 险些将他堵在虚空界中 而且 虚空界中的那些石灵兽 也统统都是此人豢养 窃取虚空界中的 地灵神灵的祭祀之力 反补于天 中月曾经认为 最为邪恶的 便是这个存在 现在看来 他不过是天的天道身而已 天目身 其他天道身的真面目 到底是谁 他刚刚想到这里 突然由火光远道而来 中月急忙神石传音 与那火光碰撞 火光顿时折向 落在千亿古船上 化作金乌神帝 金乌到凶到了 穆先天精神大震 沉生道 事不宜迟 速战速决 天丞相 中月全力催动千亿古船 古船破空 速度一瞬间达到极致 向邪地宫狠狠撞去 巨大的古船速度越来越快 龙手高昂 轰隆一声巨响 撞击在邪地宫上 第1273章 邪 邪地宫中 诸多邪地弟子 有的在修炼 有的在巡逻 有的在练宝 也有的在双修 还有些在诸天中历练 千亿古船突然出现 直接撞来 当头将邪地宫的门户 撞得拦腰折断 接着巨大的古船 撞到不知多少宫阙 一路向前撞去 所过之处 山鸾化作积粉 邪地弟子被撞成血雾 破瓦烂砖四下纷飞 古船的千亿震动 将空间切割成不知多少块 一座座大殿 连同殿中的邪地弟子 都被频频切开 邪地宫成片成片建筑 被撞出一条狭长的通道 如同一口建立出的巨大通道 笔直指向邪地宫的中心 这次撞击 造成恐怖的破坏 余波冲击 将不知多少邪地弟子震飞 有的修为低微的 直接在余波中粉身碎骨 轰隆隆隆 千亿古船 一直滑行到邪地宫的中心 将中心那座大殿的几根柱子撞倒 这才停顿下来 天丞相刚猛如斯 可敬可畏 碧洛先生赞叹一声 走下古船 天狱之主与三十天道身 纷纷走下古船 后方幸存下来的邪地弟子 不由得大怒 一尊大圆满帝君 怒吓一声杀上前去 立声道 何妨妖孽 扑 他眉心一团血光炸开 却是沐先天的魔道真身伸手一指 点在他的眉心 直接将他击杀 魂飞破散 师尊另一位大圆满帝君 发出凄厉的叫声 而在此时 三十尊天道身齐声爆赫 将各自的天道之宝祭起 天目高悬 四座天门树立 围绕住先天邪地闭关的宫殿 正反万字印玄在天空 堵住南北 定住路河 天往高悬 引入层层空间 天垂太极印玄附中央 斗姆素黄图飘飞 化作龙凤交合阴阳 龙凤乘坐天玄车 日月围轮飞驰 飞上玄黄山 玄黄山上有朱天宫 朱天宫内有摇台 摇台上齐雀飞起 落在摇台中央的天侧楼上 天侧楼前是天地坛 天地坛中心是魂天仪 魂天仪上显现的是大梵天 大梵天中心乃是天心珠 定住宇宙中心 天地坛边缘又有八索有表定八方 楼内又有天龛 供奉混元大罗剑 楼后又有玄女八丰宫 宫内有藏天平四季 供奉仗天部帝天书 玄女八丰宫的后宫门为玄聘之门 前门为天道命门 门内各藏一件天道之宝天印 天盘 宫中有景形如天玉 顷刻间 三十天道之宝便将斜地闭关的宫殿包围 三十天道之宝合璧 组成一个天道事件 而天的三十天道身 各自掌控着各自的天道之宝 有的家父而坐 端坐于天心珠前 有的站在天网上 有的挂在八索油表上 有的乘坐天旋车 有的拖起阵图 各具形态 天穹将整个宫殿包围在中央 外面的斜地弟子杀来 纷纷撞在穹壁上 被弹飞出去 诸多斜地弟子大怒 纷纷攻击天穹穹壁 甚至祭起帝兵 却不能伤到那穹壁分毫 天道之宝还可以这么用 中月眼睛一亮 天的天道身将这里 化作一个独立的天道宇宙 将先天斜地包围在其中 有了这个天道宇宙 天便可以直接侵入 与天道宇宙融合 也即使说 天随时都可能到来 这天道宇宙形成 天便立于不败之地 稳稳地吃住先天斜地 轰隆 三十天道之宝震动 微能爆发 斜地闭关的宫殿 立刻四分五裂 内藏的层层空间 统统瓦解 直接湮灭 消失不见 唯一没有被震碎的 只有一尊邪气凛然的 伟岸神魔 面前漂浮着一枚黑色魔眼 先天斜地 穆先天 小福谢 先天斜地探手抓起 黑地魔眼 豁然起身 目光落在碧落先生 天狱之主 和三十天道身 心中吃了一惊 还有天 他似笑非笑 悠然道 这么多的小东西 真是胆大包天 胆敢寻到我的头上来了 多少岁月以来 已经没有谁 胆敢再来寻我晦气 你们这些小东西 居然敢 邪气邪道顿时变得无比浓郁 天道宇宙顿时变了颜色 天空变得五颜六色 泛着诡异的色彩 一座座门户 宫殿 祭坛 统统蒙尘 蒙上邪意的年夜 天道宇宙几乎变成了邪道宇宙 众多地籍存在 顿时感觉到自己的法力几乎失控 帝兵也难以控制 众人眼邪鼻歪 气韵一消再消 因果错乱 精神不稳 甚至连他们辛辛苦苦练就的大道 也有被腐朽腐蚀的感觉 从前钟月面对的 都不是先天邪地的真身 还没有感觉到 这尊邪地的强大和可怕 现在面对邪地真身 这才感觉到先天邪地的恐怖 在场所有人 要么是地境的存在 要么就是天道深 要么就是可以与地媲美的人物 但是他们在先天邪地的面前 大道 精神 法力和地兵都被影响 甚至连三十天道质宝所化的天道宇宙 也被影响侵蚀 可见先天邪地是何等的强大 沐先天 你很有心计 先天邪地看向沐先天 露出赞赏之色 赞道 不愧是你师父的弟子 将他的小手断学得通透 你来见我 求我帮你封印 你师父的魔眼 又将这枚眼珠送给我 让我敬营研究这魔眼几十年 然后你则 趁机联络强者 趁着我闭关钻研黑帝魔眼 你前来偷袭 真是好计谋 好算盘 不过 也幸好你的天成像给你补全了计谋 让魔帝和神帝闭关 否则以你的智慧 还是不能奈何我分毫 沐先天冷哼一声 对他这句话很是不爽 此次围杀先天邪地 从头至尾 都是沐先天的主意 中月只不过是帮忙撮合天 与沐先天的联盟 从沐先天劝说先天邪地 出手帮忙封印黑帝魔眼的那一刻起 邪地和黑帝便落入沐先天的算计之中 一是对付了黑帝魔眼 解决了自己的隐患 二是让先天邪地沉迷于 研究黑帝魔眼的奥秘 和穆古的奥妙之中 失去警觉心 给了他时间去联合一些力量 来对付邪地 中月也是看出这一点 后来才将黑帝魔眼送还给邪地 不仅如此 他还做了一件事 让沐先天的计谋更加完善 那就是 将先天神帝的头盖骨送给先天魔帝 将先天魔帝的头盖骨送给先天神帝 让这两个老对头都去研究对方的功法 研究对方的破绽 这样一来 先天邪地遇袭 而魔帝和神帝都在闭关 那就无暇相救 从而有了斩杀邪地的可能 沐先天的计谋 原本有这个漏洞 经过中月的修补 便没有了漏洞 先天邪地点名中月补全了他的计划 让他觉得自己的智慧不如中月 因此心中不爽 甚至对中月心生杀鸡 中月咳嗽一声 轻声道 陛下 他在挑拨我们 利用我们的间隙 你若是被他的邪道影响 未战先乱 沐先天凛然 顿时醒悟过来 先天邪地最善于玩弄人心 他的道是邪道 诡异阴邪 不可捉摸 虽说地级存在的道心稳固万分 但是在邪地面前 谁也不敢说 自己便能不被他影响 连天道宇宙 都被邪地的大道影响 更何况是他们 先天邪地呵呵一笑 看向三十天道身 悠然道 可怜 真是可怜 你们乃是天道主的弟子 修炼天道之宝 天道主被天吃掉 你们也落入天的掌控 变成天道身 你们不思为天道主报仇 却心甘情愿被天所利用 他的声音 似乎能唤醒心底藏的最深的东西 即便是天道身都被他的声音影响 被他将古井无波的心底念头唤醒 天道主原本是俊阅神王 因为吊起了混沌神骚 看到了神骚背上的三十天道图 参悟出天道 自好天道主 你们是他从各族之中挑选出来的精英 对他忠心耿耿 他也全心全意地教导你们 但是天出生之后 便将他吃掉 将他的尸体分解镇压 变成了天道的兵器 先天邪地柔声道 天控制了你们 他的念力实在太强大了 让你们反抗不了对不对 不过你们还是可以反抗的 这个天道世界 你们随时可以破坏掉 在天降临的那一刻 让天道宇宙瓦解 将天重创 你们心底的复仇愿望被压制了 但是你们很想复仇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机会 随着他的话 那三十尊天道深原本 古井无波的面孔突然变了 笼罩他们面目的光运 也在剧烈颤抖 显然邪地的邪道 非但影响到他们的道心 甚至影响到天心 天心是天控制他们的手段 让他们生不出背叛之心 而在先天邪地的影响下 这三十天道深 竟然无视天心 心底重新燃起复仇的意念 碧落先生脸色大变 钟月 穆仙天等人也是变了脸色 他们是来杀邪地的 每一位都是极其强大之辈 但是在邪地面前 还未动手 便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压制感 仿佛先天邪地才是局势的掌控者 而他们只是等待被屠杀的羔羊 动手 碧落先生立刻 记起天罚 向先天邪地轰然砸下 与此同时 钟月 穆仙天 风啸忠 金乌神帝 长生神帝等存在一起出手 向先天邪地攻去 先天邪地哈哈大笑 突然脸上裂开一道道缝隙 出现满脸的眼睛 接着身上的袍子炸开 全身上下都是眼睛 他食指张开 指尖和手心也是眼睛 森然可不 一掌重创五微地 五指和掌心的眼睛中 一道道斜光射出 将五微地射得千疮百孔 第1274章 斜微无量 五微地在诸地之中 修为最低 先天邪地在众人动手的一刹那 便感觉到五微地最为虚弱 因此先向他出手 果然一击之下 便将他重创 这尊先天神王遍体饰眼 战力无双 碧落先生的天罚 还未落在身上 便被一道道斜眼射线 射击在天罚大锤之上 碧落先生闷哼 死死握住天罚 被冲击地倒飞而去 天狱之主催动天狱刺来 巨大的锥体 让斜眼射线全无用处 刺在斜地胸前的一枚斜眼上 将那斜眼刺穿 那斜眼突然如同一张嘴巴一样张开 里面遍布利齿 利齿仿佛齿轮般不断转动 将天狱连同天狱之主一起吞下 天狱之主消失不见的同时 藏灵神王已然冲至 藏地石重天爆发 轰隆隆地巨响传来 石众天帝观错落 将斜地纳入天帝观中 藏灵神王如同藏地附生 在石众观内与斜地一硬碰硬 在他的领域之中 他便是无敌般的存在 小藏灵 你比你兄长还逊色几分 突然 石众观千疮百孔 无数个孔洞中有斜光射出 藏灵神王仿佛变成了破筛子 跌出藏地石重天 接着藏地石重天破碎 斜地探手 手掌扣住藏灵神王的脑袋 眼看藏灵神王不要遭劫 突然只听一声轻贺传来 记 斜地体内气息突然微微错乱 藏灵神王立刻逃脱 斜地向风啸中看去 冷笑一声 小兔崽子 目仙天三体杀上前来 脑后七轮旋转 三尊真身七大秘境全开 秘境属性各自不同 展现出强大绝伦的战力 但是 下一刻他便遭遇凶险 神道真身磨到真身 被仙天斜地的双掌分开 斜地一根根手指跃动 只掌尖的斜眼射线 如同锋利至极的细线来回切割 让两尊帝级真身疲于应付 而目仙天的母体真身斜地 则没有任何阻拦 任由他闯到斜地身前 目仙天母体暗道 一声不妙 自己孤身闯到斜地身前 恐怕绝非好事 而是斜地诱敌深入 连忙力声喝倒 丞相 与此同时 玄其二帝一个驰锤 一个驰炉 一上一下杀来 要以斜地为武器磨砒 将它狠狠敲打 狠狠炼化 突然斜地的发丝呼的一声 飘散开来 一根根发丝飞舞 越来越粗 有如独龙大蟒般飘飞 每一根发丝的尖端 都生长着一枚斜眼 无数发丝无数斜眼 多多多射出斜光 将旋地包围 发丝缠绕 将旋地死死锁住 无数发剑的斜眼对准旋地 斜光便要射出 其地顾不得将斜地收入红炉 连忙来救 将旋地连同那些发丝 一起收入炉中 便要炼化 而在此时 斜地的一根 手指点在他的胸口 其地闷哼 如同被锯锤锤击一般 胸腔骨骼 咔嚓咔嚓断裂 斜地其他四指刺地弹出 其地的双臂双腿 咔嚓咔嚓断裂 如同布偶一般 在半空中飞舞 轰隆一声撞击在天幕上 立声道 先生 穆仙天已经杀到斜地近前 突然眼前一片雪白 斜地胸口无数眼睛一起张开 斜光射线将它淹没 不由立声叫道 丞相 朱天无道 中月手掌亲扣 朱天无道大神痛的威能顿时爆发 一声沉闷的鼓声传来 仙天斜地哈哈大笑 小子 你的本事比黑地差远了 你的朱天无道 根本伤不到我分毫 中月手掌敲击 却并非是针对他而来 而是一掌印在那枚黑地魔眼之上 斜地脸色大变 黑地魔眼中 顿时有一股无比恐怖的气息爆发而出 只听一个更加沉闷的声音传来 顿时一切大道平息 所有的大道都沉寂下来 无法动用 甚至连天道宇宙 也被震得咔嚓咔嚓作响 出现一道道裂痕 天道宇宙中 所有人都遭到黑地的朱天无道的冲击 朱地相继吐血 只觉天人武衰 自己似乎要陷入大寂灭大恐怖之中 那是黑地藏在魔眼中的神通 原本打算暗算穆仙天 而现在被中月引动 朱天无道笼罩天道宇宙 让所有人的神通 神兵统统无法动用 他们原神错乱 肉身无力 战力也是大不如从前 轰隆 穆仙天母体 被千百道斜光射线刺穿肉身 狠狠撞击在天幕上 玄地跌落在地 碧落先生闷哼 抓不住天罚 亮呛倒地 斜地胸口的一枚斜眼突然炸开 天狱之主手抓天狱 从浓浓的年夜中滑落下来 而那三十天道身 也是气息大乱 纷纷吐血 唯米不振 五威帝刚刚起身 被诸天无道冲击 更是哇哇大口吐血 只有中月与风啸忠 还是龙金虎猛 两人一左一右交错而来 一个手持仙天神刀 一个记起一口大剪刀 睁得一声 斩到神刀披落 砍在鞋地的脖子上 而风啸忠的剪刀 则剪在鞋地的脖子上 两人一起发力 先天鞋地的脖子破开 有鲜血流出 再砍 中月怒吓 手起刀落 再次斩下 风啸忠则是身躯震动 无数口剪刀飞出 向鞋地全身上下的眼睛剪去 想先破其鞋眼 他们二人都惊言了黑地魔眼 以及眼中的诸天无道 虽然被这道神通克制 但是被压制得不狠 不像其他人连法力都无法动用 不过 诸天无道的冲击很快过去 鞋地依旧没有被两人斩杀 两个小小的臭虫 你们伤到了我的眼睛 鞋地大怒 正要击杀二人 突然风啸忠急剧缩小 疏忽间钻入他的体内 而中月则抽身暴退 高声道 天道神为何不战 碧落先生与天狱之主 也是心灵悸动 三十天道神都是了不得的大高手 每一个都是地一般的存在 实力极其强大 更是掌控三十天道之宝 而这三十天道神至今为止 迟迟不动 事情出现出乎他们预料的变数 倘若刚才中月催动目骨 激发黑地的诸天无道 三十天道神出手 多少也可以让鞋地遭受不清的创伤 虽说不能斩杀鞋地 但鞋地也不会好过 再站下去 他们便会轻松许多 不像现在时时刻刻 都有可能丢掉性命 而三十天道神 没有趁机出手 失去了这个大好机会 他们已经被我 唤醒了复仇的欲望 鞋地手掌交错 双手如翅膀扑击 与金屋神帝比翼而飞 金屋神帝闷哼 被他双手为翼 连续斩在翅膀上 将金屋神帝重创 鞋地笑道 他们现在 等待天的降临 然后将天撕碎 他的声音快意无比 哈哈笑道 小小的虫子们 你们不是还有天做元首吗 现在天道神反叛 被我所控 天还敢降临吗 他降临 他便死 沐仙天母体面色惨淡 奋力杀来 力声道 神魔合体 他的神道真身 与魔道真身飞来 异于三体合一 现在他的母体 还未修炼到地境 三体合一 有着极大的凶险 容易神魔冲突 母体无法调和 随时可能会生死盗销 不过邪地如此强横 竟然影响了三十天道身 让天不敢降临 因此 沐仙天不得不施展 鸭香底的手段 拼死一搏 他根本不曾想到 邪地竟然如此难以对付 有他百年布置 再加上中越这个智者 田缺补漏 定下完美计划 又有天这尊 道神层次的存在相助 集合了四十五尊 地级存在 竟然还无法战胜邪地 反而 邪地却有可能将他们一网打尽 这个结果 他着实没有料到 天恐怕 也没有料到 中越只怕也没有料到 邪地实在太强大了 反倒讲了他们一军 让他们陷入死局之中 沐仙天正要合体 突然一道邪光射来 正中他的胸口 沐仙天气血大震 三尊真身轰隆一声分开 被各自的气息震荡 险些神道魔道 相互碰撞而湮灭 五威地急忙飞来 周身气息涌动 护住沐仙天的母体 玄机被震得六道崩坏 叠血倒飞而去 但沐仙天母体 却也被他护住 没有死在神魔湮灭之中 五威地挣扎起身 又扑通一声倒下 大口大口吐血 骂咧咧道 你娘蛋的 老子可是神五威地 众人面色惨淡 玄其二弟一个握紧倒锤 一个托起破破烂烂的万宝红炉 天狱之主抓紧天狱 抹去嘴边的血迹 露出娇好的面容 他的护体神光被腐蚀 露出真容 却是个女子 只是半神半虫 应该是母皇与神族的混血 碧洛先生 藏灵神王 也各自遭到了重创 心中都生出一种无力感 仙天邪地实在太强悍了 强悍到自己等人前来围剿他 却要面对 被他打得全军覆没的下场 紫薇 也该换一人天地了 仙天邪地黑黑笑道 迈步走向沐仙天 悠然道 天地 便应该有天地的样子 老老实实地听话 不听话 那就换一个听话的 却在此时 一股晦色的力量 侵入天道宇宙 三十天 道身一个个气息大涨 眼中神光激射 三十天道至宝震动 齐齐向仙天邪地轰去 仙天邪地心中一惊 急忙躲避 可笑道 天 你用天星压制住 他们心底的复仇愿望了吗 不过你不敢现身 也是无用 邪行天下 他的神通爆发 无数疯狂的邪念 顷刻间笼罩天道宇宙 那三十天道身 突然霸手不战 又各自落座下来 安静的有些诡异 天小二 你出来 我弄死你 邪地笑道 第1275章 召唤 众人悚然 邪地的胆子 未免也太大了吧 他毕竟不是道神 竟然如此肆无忌惮地 呼唤天为小二 而且说出弄死你这种话 实在是嚣张 不过 邪地也具有威胁到天的手段 现在那三十天道身 被他的邪念影响 倘若天借助天道宇宙现身 出现在这里的话 那么三十天道身 直接粉碎天道宇宙 连天也要被撕得粉碎 这便是邪地的底气所在 一个人 只要还有弱点 那么便会被邪地 抓住弱点加以放大 直到催垮道心 受他控制为止 三十天道身 看似道心如磐石 更古不易 已经达到天心及我心的高度 但是 在邪地的面前 这种心境 简直是一堆腐烂的木头 不堪一击 邪地善于玩弄人心 就算是心境没有破绽 也会被他玩出破绽 天心及我心 这种心境看似高明 自己的心境与天相连 但是那毕竟不是自己的心境 而是从天那里借来的心境 对于别人来说 天心及我心非常高深 但是对邪地来说 反而是最容易被他掌控 这也是中越 木仙天等人没有被邪地控制 而天道身 却被控制的原因所在 心境的修炼 容不得有半点侥幸和别人赠予 只能靠自己打磨 天道身是借天的心境 自然会落败 木仙天三颗心渐渐沉下 事情糟糕到出乎他的预料 猎杀邪地行动 原本应该妥妥当当 而真的面对邪地 这才感觉到 这尊存在的强大和邪恶 以及不可对抗的挫败感 太古的神王 还是高高在上 让他这个年仅十万余岁的 当代神王仰视 众人古荡修为再战 将先天邪地围在中央 天不敢 也无法借助天道宇宙现身 就算他们拼死一战 迎接他们的 也将是死亡而已 下一刻 玄器二帝叠血 坠落在地 玄帝的万宝盗锤 被砸出一个权硬 其地的红炉被轰穿 木仙天三尊真身古断金哲 神魔二身 拼命护住母体 这才保证 母体没有被杀 金屋神帝再次遭到重创 双翼被折断 跌落尘埃 碧落先生手中的天罚 被邪地强夺过去 碧落先生立刻转身便走 只听扑的一声 那天罚手掌从他身后插来 插在他的脑门上 天狱之主急忙催动天狱来救 手臂被生生斩断 然后断手带着天狱 插在他的胸口 碧落宫和天狱的两尊最强存在 先后被重创 藏灵神王再度施展藏地十重天 接着十重天被先天斜地一脚踏破 将十重天踩穿 长生地身躯摇晃 头顶树冠支支叉叉飞出 如同毒龙大芒卷向先天地 与此同时 脚下伸出无数根须 仿佛触手 向斜地身上的无数眼睛刺下 斜地周身斜眼光芒大放 将这些根须和支叉统统斩断 顷刻间长生地便斥斥条条 树冠被削得一干二净 根须也被悉数斩断 光秃秃地站在那里 手足无措 派逢帝与央尊帝奋力 奋力杀上前去营救 却被先天斜地脑后光轮旋转 将两尊大地带起 斜地脑后 光轮如同七条星河大芒 先后将两尊大地 摁在天道宇宙的天幕上 七条星河大芒次地撞击 将两尊大地撞得口喷鲜血 中越催动先天八卦圣地中的天道之宝 一口口天道之宝 接二连三向先天斜地轰去 试图救下众人 他选择的是游走路线 尽量不与斜地接触 打了就跑 他所炼制的三十口天道之宝威力也是极大 虽然不如天道身的那三十口天道之宝 但轰击在斜地身上 却也能让其受伤 只是伤势并不严重 就你小贼跳的花 斜地大怒 胸口一直指斜眼张开 将轰来的一口口天道之宝击飞 冷笑道 现在该是解决你了 嗯 他突然顿下脚步 低头看向自己的胸口 只见自己胸口的眼睛 不知不觉间少了几眉 古怪 什么东西藏在我体内 眨眼间 他身上又有几眉斜眼消失 仿佛有人藏在他的身体之中 从他体内摘掉他的眼睛 斜地脸色大变 急忙神石爆发 搜寻自己的身体 试图将藏在他体内的男人搜出 他记了起来 与中月一起攻击他的 还有一个中年男子 冷不丁地钻入他的身体之中 这个中年男子滑不留守 对他的肉身仿佛比他还要熟悉 在他体内那些冷门的秘境中 钻来钻去 让他无法捉到 刚才斜地并未将此人放在心上 现在才有些慌晚 他体内有着无数秘境 先天神魔的秘境 都是开启的秘境 无疑必合 这点与后天生灵不同 但和后天生灵一样 除了六道秘境之外 先天神魔也无法动用 其他属之不尽的秘境的力量 因为不成体系 强行动用这些秘境力量 便会给自己带来极大的负荷 有损修为 甚至可以危及性命 风啸忠钻入他的体内 正是避开他的六道秘境 和第七秘境 在其他零零总总的秘境中游走 时不时出手 摘掉他的斜眼 这个风啸忠摘掉他的眼睛 他竟然没有丝毫的感觉 手段比鞋地还要诡异 眼睛被摘下 自己却感觉不到 这才是最可怕的 但身上的斜眼少了许多颗 还是让鞋地察觉 臭小子 给我滚出来 鞋地抱贺 猛然双手一并 肉身急剧震荡 将风效忠从体内震出 碧洛先生趁机杀来 抽出插在头顶的天伐大手 天伐为锤 一锤 敲在鞋地头顶 而另一侧天狱之主 以天狱为巨锥 插在鞋地胸口 目先天三体合一 化作三头六臂的巨人 身遭浮现出神魔太极 六臂翻飞 相继印在鞋地身上 中月的三十天道之宝 一发祭起 轰然砸下 五威帝怒笑 不踏钢斗 施展出权力轰击在鞋地后心 长生帝的根须生长出来 刷刷刷将鞋地双足缠住 藏灵神王双手推出石仲冠 重重一拍 将石仲冠打入鞋地的眉心 在他石海中化作葬区 必要投身其中 在鞋地石海中 将鞋地击杀 太风帝 央尊帝飞来 祭起帝兵 轰向鞋地顶门 玄奇二帝则垂向鞋地脑后七大秘境 截断其秘境 削弱其力量 金屋神帝则扑面而来 扣住鞋地脸上的眼睛 将两只眼珠子抠出 众人都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 痛下杀手 剧烈的震动传来 鞋地叠血倒飞而去 众人蜂拥杀来 追杀上前 突然无数鞋光射线四面八方射出 众人纷纷闷哼 一个个血剑当场 中月胸口也中了不知多少鞋光 被射得前后透亮 好不容易避开重要部分 这才没有丧命 玄奇二帝被拦腰斩断 五威帝伸手易处 长生帝被劈成两半 央尊帝被砸入地底 只剩下双腿露在外面 碧落先生又被天罚插在脑门上 天狱之主被天狱贯穿胸口 钉在天幕上 木仙天的三尊真身 被打得印入玄女八风宫的宫门上 镶嵌在宫门中 风啸中栽在玄黄山下 千亿古船半个没入山头之中 众人几乎悉数遭殃 只有藏灵神王冲入石众关 没有遭到重创 但是下一刻石众关破碎 他也被轰飞 斜地吐出口中的污血 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血迹 脸色有些难看 冷笑道 蝼蚁之辈居然伤到了我 我已经很久没有受伤了 你们让我又一次感觉到了疼痛 上次是黑地那丝 现在你们该上路了 藏灵 中月高声喝道 藏灵神王连忙飞去 投入到他脑后的重重光轮之中 千亿古船轰隆破土而出 中月飞升而起 落在古船上 探手将风啸忠从山脚下拔起 塞入自己的秘境之中 他冲向玄女八风宫 将三个木仙天 从玄女八风宫的门户中扣下来 也塞入元神秘境 千亿古船速度极快 振翅而走 将一个个地级存在旧起 中月不由分说 将众人都塞入自己的元神秘境 几轮回答 中月喝道 他的元神秘境中 藏灵神王和风啸忠落在道义秘境 其他人等则是落在其他秘境 免得泄露中月的道义秘境的秘密 风啸忠与藏灵神王率先催动轮回藤 那朱青藤顿时疯狂生长 枝条贯穿中月其他秘境 而碧落 天狱之主 木仙天等人看到绵延而来的轮回藤 立刻将个自法力催动 让轮回藤的威力更强 嗡 中月气息大涨 只觉气道圆满 修为实力暴涨 我又感觉到自己好强大 中月惊叹 但还是按捺下与协帝拼命的念头 尽管轮回藤贯穿七道 统一了轮回 但他还远非协帝的对手 先天协帝追来 五指插开 向千亿古船抓去 古船搁置一声顿下 协帝探手 抓向船上中月 中月抱贺 猛然全力催动三十天道之宝 烙印在自己的七大秘境之中 抱贺道 天 你可以现身了吧 他所炼制的那三十天道之宝 大放异彩 烙印在七道轮回之中 将中月的七道轮回撑得一阔再阔 变得无比浩大 无比优深 天为浩荡 中月的七道轮回化作另一个天道宇宙 只见一道伤口 突然出现在他的七道轮回之中 缓缓移动 然后伤口 从天穷上脱落下来 一个没有面目的身影 从他的原神秘境中走出 迎向先天协帝 而在此时 中月突然有一种感觉 天在我的轮回 掌控之中 我现在 可以弄死他 第1276章 协帝授手 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还是协帝塞掉我的想法 他有些毛骨悚然 干掉天 这个念头突然间 便从他的脑中冒了出来 一发而不可收拾 现在天世界 他的七道轮回所化的 天道宇宙现身 倘若天道宇宙破碎 天也会因此重创 甚至说不定会被他弄死 的确 他现在有弄死天的可能 不过中月细细审查自己的念头 发现这个念头 确实是来自于自己 并非是协帝强塞给自己 不过自己只是想想而已 不可能付诸于行动 而这个念头却是无比强烈 催促着他去做 催促着他真的动手干掉天 协帝没有强塞给他这个念头 只是让他心底的念头 变得无比强大和邪恶了 中月识破这一点 没有被协帝所左右 但是三十天道深 因为心境上是借天的天心的原因 所以无法清晰地辨识出 每一个意识的来源和壮大原因 所以会被协帝所控制 诚然 中月现在拥有重创天的能力 但协帝才是他们当前所要面对的唯一敌人 轻重缓急 中月还是分得轻的 这次的目标 便是为了对付先天协帝 其他一切恩怨因果 都要放在今后了结 现在还不是时间 短暂时间内 天不会对付他 天还需要他来继起轮回腾 完善宇宙大轮回 而协帝 却是他们共同的敌人 天徐徐走出他的天道宇宙 一直点在协帝的掌心 协帝手臂剧烈震动 缩了回去 掌心出现一个小小的孔洞 前后透亮 天 终于出现了 协帝哈哈大笑 掌心的孔洞愈合 消失 背负双手 悠然道 看来你的伤势愈合了不少 道尊给你留下的道伤 一直影响着你 让你的实力 无法完全发挥出来 你应该是借目先天之力 在紫薇举行祭祀大典 这才让你的伤势 恢复得如此之快吧 他讥讽道 你的本事稀松寻常 不过是后天生灵祭祀 而诞生的先天神 是伪神而已 与真正的先天神相比 你还差得远了 他的身体中 传来啵啵啵的声响 一只只眼珠子 从肉身内部挤了出来 纷纷开眼 眼睛中长着嘴巴 一张张嘴巴笑道 你不过是后天生灵的 祭祀之力形成的伪神 是用图腾纹凝聚而成的假神 根本达不到终极的道庙 众生成就了你 也毁了你 你不是真正的道神 永远也不可能 成为真正的道神 众生腐朽 你也将腐朽 众生灭亡 你也将灭亡 我们这些先天而生的神 可以创造出云云众生 也可以毁灭云云众生 你若是惹恼了我 我便将天下所有后天生命 统统灭绝 众生灭绝 你也就灭绝了 然后我再造乾坤 再造后天种族 统治宇宙乾坤 中院 央尊帝 五威帝等人 文言脸色大变 邪帝未免也太邪恶了吧 不过邪帝说的办法 的确是对付天的最佳的办法 天因众生而生 倘若众生灭绝 天也就不复存在 天这个概念 都会因此消失 自然是无法存在 而邪帝说 众生是先天神所创造 这话也不假 最初的宇宙中 只有先天神魔 没有什么后天生灵 因为先天神魔寂寞 用造物的手段 创造了许多 供养自己的种族 又有雷泽 滑须通婚 用生育的手段 创造出大碎 这两种手段 创造出了云云众生 倘若众生灭绝 那么先天神魔 的确还可以再造众生 邪帝 你没有发现 今天你的气数 已经到头了吗 天生出一张面孔 没有任何特点的面孔 让人根本无法 记住他的容貌 轻声道 你气数已尽 而今该当归位了 邪帝哈哈大笑 邪气弥漫 充斥笼罩此地的 天道宇宙 嘿嘿笑道 气数 我就是气数 天 你不过是些低等的 图腾纹凝聚而成的尾神 抵挡不了先天大道 来试试邪道入侵吧 他的先天邪道 越来越强横 越发恐怖 竟然侵扰到天的体内 将天体内的大道同化 轰隆 两尊可怕的存在碰撞 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威能 将千亿古船阵的高高飞起 古船上中越错步移动 几步之间将古船定住 抬头看去 却见三十口天道之宝 突然脱离那些天道圣的掌控 一口口天道之宝 爆发出浩瀚天威 随着天的一举一动 向邪地轰去 天才是天道之宝的主人 天道升级便有心想要 掌控这些天道之宝也不可能 只能任由天来控制 他们显得更加不堪 先前被天心控制 刚才又被邪地控制 而现在 天则直接剥夺他们 对天道之宝的掌控权 此刻 天道宇宙 已经全然落入天的掌控之中 混元大罗剑 一分为五十 五十口剑不断震动 向邪地斩落 一口口混元大罗剑斩下 随即飞起 回归本位 依旧形成混元大罗的态势 而仗天部的天书呼啦啦飞起 书每翻过一夜 便见一个世界冉冉腾空 轰向先天斜地 天锤太极印不断移动 高悬在斜地头顶 阴阳于纵横席卷 冲击斜地 东南西北四天门 则成为天的通道 她走入南天门 下一刻便从北天门出来 走入西天门 又从东天门出来 神出鬼没 防不胜防 玄女八风宫中 吹出八风 开 修 升 商 度 井 精 死 天风山在宫内作风 从这八门吹出 八门八风 吹得天昏地暗 天网不断洒出 落下 收网 试图将斜地收入网中 骑鹊飞起 龙凤驾车 天手持天阴杖 杖间托起明月 备考天阳刊 刊中藏有大日 各种天道之宝的威能全开 与斜地争锋 斜地怒吼 饶使他乃是太古神王 经历了无尽的岁月 但在如此之多的天道之宝的攻击下 也是狼狈不堪 身上一只只血眼光芒大放 左只右挡 身上的血眼越来越少 不过他的仙天邪道 也在侵扰着天 让天的身体 再渐渐向邪恶转变 邪气越来越重 不仅如此 他还在攻击天身上的那道伤口 那是天唯一的死穴 是道尊所留的伤口 无法治愈 又加上中月引诱天进入祖庭 给他来了一记狠的 让天身上的这道伤口扩大 仙天邪地认定了这个伤口 不断进攻这个伤口 让伤口继续撕裂 他的实力的确是不如天 但是天的死穴被道尊标注出来 也给了他获胜的希望 让天在进攻时有些束手束脚 幸好有道尊那私留下的这个伤口 否则我早就败了 邪地心中竟对扶名道尊有些感激 同时心中暗惊 天小儿的实力进步太快 不愧是祭祀先天神中的魁首 穆天子 天丞相 既然是联手 为何做事 突然 天的声音传来 中月头大 江木先天 毕落先生等人放出 只见众人都是遭到重创 没有多少战力 中月道 陛下 而今我们还参战否 穆先天凯然道 围剿邪地 朕则无旁贷 说吧 三体何以杀上前去 毕落先生 天狱之主也竟自杀上前去 祭祭天狱和天法 合力围攻邪地 五威地挣扎起身 却起不来 玄弃二地 太逢地 央尊地也是重伤难起 藏灵 封孝中他们的伤势倒是轻一些 但也没有轻多少 中月目光闪动 看向长生地 道 长生师兄 合不住他们复原 长生地迟疑一下 从自己身上 截断几根树枝 树枝上各有一枚圣果 赠予众人 叹了口气道 我也受了重创 而今又损耗精气 修为为诸位疗伤 恐怕难以再战 请恕我先行告退 朱地服下圣果 只觉修为直线恢复 破碎的大道重连 身上的伤口 也在飞速痊愈 不由又惊又喜 瞥见长生地气息伪顿 纷纷道 长生师兄辛苦 先行歇息去吧 长生地告退 瞥了中越一眼 却见中越依旧生龙火虎 即便没有服用圣果 也经历旺盛的不像话 令人嘖嘖称奇 是了 他有轮回腾这株第九灵根 轮回不息 无需我的圣果 便可以复原 长生地离去 身形突然扭曲 隐去 诡异地穿过这个三十天道之宝 形成的天道宇宙 来到外面 放眼看去 只见邪地宫的中心 是天道宇宙 外围则是数不胜数的宫阙 诸多邪地弟子 环绕在天道宇宙外 正在试图攻破宇宙的壁垒 邪地会将圣药放在何处 众多邪地弟子扑来 长生地一扫刚才的尾盾 变得神采意义 依旧在打量四周 任由那些邪地弟子杀制 突然 他周围的空间中 钻出无数根须 扑扑扑 将一尊尊强大的存在 纷纷洞穿 那些根须 将这些邪地弟子 吸食一空 只剩下一张张皮囊 迎风飘荡 搜刮邪地宫 可以收获不少圣药 倘若有时间 还可以去搜刮目先天 金乌神帝 五威帝等存在的宝库 可惜 时间上来不及 天道宇宙中 中月 风啸中 与朱蒂联手 与天一起 合力围攻先天邪地 先天邪地的颓势更大 突然这尊邪地身躯一滚 现出真身 却是一个硕大的眼球 眼球之中是无数小眼球 如同无数覆眼 将众人的身影映照在其中 这枚邪恶眼球 在空中滚动 无数邪光射线 四面八方击射 将众人击飞 即便是天 也不敢直面他这最强一击 不得不身躯升起 与天道宇宙相容 而那眼球飞起 向天外冲去 试图冲破天道宇宙 天网洒下 将邪地真身躲了下来 那邪恶眼球中传出咒骂 随即五十口混元大罗剑刺入网中 插在眼球上 砰 巨大的眼珠子炸开 化作无数邪眼四下飞去 众人纷纷出手 突然又有数不尽的邪眼 在半空中组合 变成一面面镜子 近光击射 横扫一切 近光所过之处 众人叠血倒飞 我是不死的 那面由无数眼睛组成的明镜 刚刚说出这话 突然被玄黄山砸碎 第1277章 鬼 无数邪眼翻飞 四下逃顿 眼中有一个个身影 仿佛是影子一般 在那些眼球中移动 突然天平悬空 那些邪眼 纷纷被收入瓶中 一个也没能逃脱 天抬手 天平落在手中 稍加催动 天平中的邪眼 顿时纷纷破灭 烟消云散 邪帝终于死了 中月与朱棣 都是大松一口气 众人浑身是血 浑身是伤 护视一眼 都露出苦笑 看出彼此的狼狈 铲除邪帝实在太艰难了 四十五尊帝合力围剿 却险些全军覆没 甚至连天 都无法插足这场战斗 如果没有中月 以自己炼制的天道之宝 演化天道宇宙 将天请了过来 后果不堪设想 而今 邪帝总算被他们击杀 干掉一尊太古神王 哪怕是借助天的力量 这等成就 也足以自傲了 当然 与扶明道尊的时代相比 他们的成就 并微不足道了 扶明道尊后期 死掉的太古神王 甚至让躲在 神藏古地狱的神后娘娘 为之惊计 颤抖 邪帝总算死了 天也不禁放松下来 突然身躯与天穷相容 飞速消失 中月心中微动 顿知天的动向 他急匆匆离开 是想要去寻邪帝的诞生之地 在那里 先天邪道将重造邪帝 让邪帝复生 复生的邪帝无比虚弱 会被天所控制 控制了邪帝 便控制了先天神帝 和先天魔帝 而控制神魔二帝 便掌控了古老宇宙 这是天的图谋 邪帝一死 那三十尊天道身 顿时没有了邪帝邪念的影响 又恢复天心的心境 各自收了天道之宝 天道宇宙散去 众人相互扶持 走出此地 向外看去 不由都是微微一正 只见邪帝宫冷冷清清 到处都是残砖断瓦 狼藉一片 邪帝弟子统统不翼而飞 难道这些家伙 知道邪帝死了 所以树倒狐寸散 五威王嘴里血流不断 却呵呵笑道 中越微微皱眉 邪帝弟子跑掉了 倒也罢了 关键是 那些邪帝弟子 不会将邪帝宫 也给砸得稀巴烂吧 搜刮这脸 穆先天下令 五威 太冯等人 立刻四处搜寻 试图寻到邪帝宫的宝库 作为太古神王 收藏的宝贝 一定多得可怕 若是能够搜寻出来 填充帝朝国库 必然可以让帝朝万年 吃喝不愁 邪帝的宝库也塌了 太冯寻到邪帝宫的宝库 惊声道 不知谁节族仙灯 将这里洗得一干二净 穆先天勃然大怒 道 邪帝肯定不止一座宝库 再搜 众人继续搜寻 忠越也让玄器二帝 藏灵神王等人搜寻一番 又寻到了几座坍塌的宝库 都被人搜刮一空 半点宝物也没有剩下 长生师兄何在 忠越突然心中微动 看向四周 只见长生帝不在这里 心道 难道是他所为 这搜刮手段 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知道邪帝宝库中 是否有宇宙元宴 倘若有 应该也落在他的手中 众人搜寻不果 沐先天三尊真身的脸色 顿时阴沉下来 打量四周 搜寻长生帝的身影 显然也想到 可能是长生帝所为 也有可能是被邪帝弟子带走了 碧洛先生思索道 他们担心 我们占领此地 所以捣毁了邪帝宫 有这个可能 沐先天叹了口气 神色恢复如常 笑道 都是些外物 丢了也就丢了 朱军 此战艰难 也耗费了我们不少时间 还是各自打道回府 慢慢调养吧 他的魔道真身呵呵笑道 我们只管做官古老宇宙的 先天神帝 与先天魔帝大打出手 等到他们杀得不可开交 再前来收拾残局 朱军 将来还有一战 神道真身孝道 钟月音切道 陛下 碧洛先生 紫薇路途遥远 不如先去我那里落落脚 谢谢谢谢 调养几日 老臣作为地主 自当殷勤招待 绝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碧洛先生 与沐先天的脸色都黑了 反骨贼人现在还想着 让朕自投罗网 黑心 心黑 碧洛先生打个哈哈 与三十天道身 和天狱之主远去 那三十天道身 突然各自分开 化作一道道流光 消失在各个方向的星空中 他们每个人 有着不同的身份 此次战后 他们还是要回到各自的势力 陛下不去坐坐吗 钟月音情道 沐先天瞪他一眼 突然扑斥一笑 摇头道 你呀 丞相 青山常在 绿水常流 希望下次相会时 你我君臣还能如此融洽 说罢率众离去 邪帝宫中 只剩下钟月 风孝中 藏陵 玄契二帝 和金乌神帝等人 邪帝真的死了 金乌神帝露出迷茫之色 摇了摇头 随即苦笑道 我作为神王 竟然与你们联手 对付了一尊太古神王 藏陵神王也有同样的感慨 他的感触比金乌神帝还要深 毕竟他还拥有 藏帝神王的意识 藏帝神王 乃是与邪帝同时代的存在 也是一尊太古神王 邪帝 他摇了摇头 钟月记起千亿古船 让众人登船 众人来到船上 钟月站在船头看向四周 难难道 真的寻不到一座宝库了吗 嗯 他身躯危阵 急忙高高飞起 向下方的邪帝宫看去 观察良久 突然又催动千亿古船 呼啸向上飞去 古船越来越高 距离邪帝宫也越来越远 众人不解其意 却见古船升高到极限之处 这才微微顿住 钟月低贺 眉心之中 一袭神魔太极图飞出 向下频频扑开 须须应照 钟月双手向下虚扣 双手须须移动 改变神魔太极图的方位 做出细微的调整 他不断改变神魔太极图的细微之处 双手食指灵活波动 改变太极图中的双鱼走向 金乌神蒂娜闷道 孤夜在做什么 他脖子长 探头过去 微微一正 却见钟月的这一卷神魔太极图 与下方的古老宇宙 竟然莫名地重叠在一起 古老宇宙的各个星系 都变成了神魔双鱼 如同鱼身上的鳞片 与太极图美妙的重叠 没有半分的差池 藏灵神王 玄奇二帝等人 也凑上前来 观看钟月的太极图 都是嘖嘖称奇 钟月细细感应神魔太极图 突然脸色微变 声音有些沙哑 道 诸位 你们感觉到了吗 感觉到了什么 风孝中疑惑不解 问道 古老宇宙的神道和魔道 并没有因为邪地的死而失衡 钟月常常吸了口气 沉声道 只要邪地死亡 那么古老宇宙的神道和魔道 便会交汇 从而发生碰撞冲突 因此 神道和魔道一定会失衡 神魔失衡 相互克制相互吞噬 神地和魔地 才会因此大打出手 而现在 古老宇宙的神道和魔道 并没有因此而失衡 说明 风孝中脸色微变 顿时醒悟过来 玄奇二帝那闷道 说明了什么 而在此时 天穷在飞速移动 跟随天穷移动的 还有一道触目惊心的伤口 天在飞驰 赶往诞生先天邪地的圣地 邪地 你的根基已经暴露了 早已被我所探知 突然 天穷似乎碰到了什么无形的东西 在疯狂地往那个东西里面钻 浩瀚无垠的天穷 请客间便钻入那个无形的东西之中 接着 天穷出现在一片浩瀚广阔的邪道圣地之中 这里正是诞生先天邪地的制邪圣地 到处弥漫着先天邪道 诅咒 怨念 恐惧 悲伤 诡诈 死亡 恶毒 各种负面的大道 悉数聚集于此 邪地 天穷在蠕动 如同年夜般坠落 落地化作一位没有面目的男子 背负双手 悠然道 你快要复生了吧 你没有料到 我竟然会寻到这里吧 而今 你落入我的手中 古老宇宙对我来说 便唾手可得 嗯 天白纸一样的脸突然有些扭曲 急忙飞升而起 飞速在这个智邪圣地中游走一周 搜寻一番 脸扭曲得更甚 皱出许多小褶子 过了片刻 天南南道 好手段 好手段 古传上 忠悦一字一句道 说明 邪地 还活着 他定了定神 看向风孝中 风孝中立刻会议 面色平静道 先天邪地已经被天练死 天不可能失守 邪地一定是死了 现在邪地不过刚死 古老宇宙的天地大道 还未反应过来 岂能立刻变神魔失衡 而大道冲突 诗殿 你多虑了 忠悦记起一口口天道之宝 按照三十天道身 布置天道宇宙那般布置 以玄黄山为中心 天星诸为宇宙起点 悄然无息地布置天道宇宙 笑道 我也觉得自己有些太多疑了 不过不可不防 邪地毕竟是太古神王 说不定还没死呢 他若是死了 自然是最好 若是没死 只怕后患无穷 三十天道之宝搭建完成 中月抛个眼色 立刻催动三十天道之宝 天道宇宙在飞速形成 风孝中身形一晃 顿入那天道宇宙之中 接着将一枚枚斜眼取出 抛在天道宇宙内 然后身形顿出 喝道 诸君戒备 众人立刻如临大敌 环绕在这个小小的天道宇宙外 随时准备出手 那一枚枚斜眼 静静地飘浮在天道宇宙中 中月紧张万分 向那些斜眼笑道 邪地果然了不得 居然料到自己必败无疑 所以早早脱身 将自己的真身抛弃 残之重生 也不能说残肢 你本身便是一只大眼睛 每个眼睛都是你的本体 那些斜眼静静地飘浮在那里 一动不动 似乎没有任何意识 中月继续道 你瞒得过别人 瞒不过我 我神魔同修 而且以古老宇宙为模板 打造我的太极图 神魔二道的任何动向 都瞒不过我 你必然是隐藏在 风师兄摘下的 这些斜眼之中 你好歹也是一尊神王 既然被我识破 何不现身 那些斜眼 依旧没有任何动静 中月差一道 难道我猜错了 既然如此 那么就将这些斜眼 统统毁灭罢 宁杀错无放过 他正要催动三十天道之宝 突然一个声音传来 且慢 第1278章 狡兔与猎手 众人急忙看去 只见被笼罩在 小天道宇宙中的 一枚斜眼蠕动 化作先天斜地的身躯 其他斜眼飞来 落在斜地身上 古传上的众人 不由毛骨悚然 玄器二帝 都有些心计 先天斜地还活着 他们这么多强横存在 与天这样的大高手联合 千辛万苦 才将斜地干掉 练得其灰飞烟灭 没想到 斜地竟然还活着 不过细细想一想 却也是理所当然 斜地的本体便是眼睛 风孝中潜入他的体内 从他体内 抠出他的眼睛 斜地那个时候 来个礼带逃江 瞒天过海 将自己的意识 转移到其中一只眼睛中 也是轻易可以办到 但如果那样的话 说明斜地早就预料 到自己会败 没有胜算 因此 打算借风孝中之手脱身 这尊斜地的智慧非凡 倘若忠越没有发现 古老宇宙的神魔二道 没有失衡 那么他便可以 在半路上痛下杀手 诛杀风孝中之后 顿逃而去 忠越停止催动 小天道宇宙 哈哈笑道 斜地 你果然在此 先天斜地打量 这个小天道宇宙 叹息连连 摇头道 大意了 还是大意了 伏袭室的小鬼 你是如何发现我的 嗯 是了 是你的功法 你的功法很是奇特 是模仿古老宇宙的形态 同修神魔二道 以邪道为分割神魔的线 错了 是一道 忠越波动面前的先天太极图 这太极图 是他的神魔二道 何一道所化 道 我以先天意为龙文线 分割神魔二道 将其纳为一个整体 古老宇宙的神魔种族 神魔各自占据的星域 乃至神魔二道 都维持在平衡之中 而斜地的先天邪道 则是维系平衡的龙文线 我若是将太极图中的龙文线抽出 他捏住太极图中的先天意道 轻轻抽出 顿时太极图中的神魔二道 相互碰撞 相互湮灭 交战异常惨烈 无论是神霄魔杖 还是魔霄神掌 都会引起先天神帝 和先天魔帝的动作 这也是铲除了斜地道兄之后 必然会引发的后果 忠越道 你死后 没有出现古老宇宙的神道魔道冲突 只能说明你没死 如果没死 自然是残之重生 戒风师凶手中的那些眼睛逃脱 斜地哈哈大笑 赞道 小鬼被誉为天下第一至江 的确非凡 我可以瞒天过海 瞒过天 但却没能瞒过你 说吧 你需要什么才肯放我离开 葬灵神王突然道 自然是让斜地道兄 与主公签订混沌契约 今后追随主公 斜地冷笑不已 摇头道 葬灵 你们兄弟没脸没皮 我还是要点脸皮的 小福西 这个指望 你是休想了 相比臣服你 我宁愿臣服于天 天毕竟还是一尊强大的存在 也是一尊先天神 臣服于他虽然丢脸 但臣服你更加丢脸 你不过是头福西 而且还是后天生灵 换一个条件吧 葬灵神王大怒 正要发作 中越抬手 制止他继续说下去 微笑道 我自然不会让斜地臣服于我 斜地做恶多端 邪恶无比 你在我身边 我也不太放心 狡徒三哭 斜地不是狡徒 更胜狡徒 你肯定不止斜地供这一处宝库 还有其他宝库 我需要的东西不多 宇宙原业 还有先天邪道的感悟 你若是给我 我任你离开 你意下如何 先天邪地大势心动 玄其二手皱眉 低声道 先生不可 斜地牙字必报 这次活着离开 将来必然会百般报复我们 先天邪地呵呵笑道 两个小儿说得不错 我肯定会报复你们 至于百般 你们说得少了 所谓错骨扬灰那是小道 诸你们九族 也是不值一提 我折磨你们的手段 你们根本想象不到 比你们能够想象出来的 还要残忍千倍万倍 小福歇 你还要放过我吗 这是自然 中越正色道 我虽非君子 但是说话向来算数 只要你将先天邪道的感悟 和你收集的宇宙原液给我 我有你离开 绝不追杀 也不许 我挥下所有神魔 包括大地追杀 玄其二手脸色大变 金屋神帝也是变了脸色 低声道 孤雁 邪地狡猾鬼诈 必有手段可以让他在短时间内 恢复到巅峰状态 倘若放走他 小鸟 你做死 先天邪地恶狠狠道 金屋神帝冷笑道 而今被困的是你不是我 你还敢发狠威胁我 葬灵神王劝道 倘若不能收服邪地 那么最好还是杀掉他 以绝后患 先天邪地面目猙獰凶恶 舔了舔锋利的牙齿 冷笑道 韬粪小儿 我会让你知道 什么叫生不如死 你不是掏了十万年的分边了吗 将来你会掏得更多 葬灵神王勃然大怒 记起十重观 冷冷道 待会这里面 便是你永恒的栖息地 忠越看向风啸忠 风啸忠摇头道 我只要他的一眉眼睛即可 忠越点头 笑道 邪地 再加你一眉眼睛 先天邪地哈哈大笑 痛快 成交 他目光转动 落在王玄祁二帝 金屋神帝和葬灵神王身上 黑黑笑道 玄祁二小 小鸟 韬粪小儿 你们有没有感觉到脖子发凉 众人脸色巨变 心中坠坠不安 忠越催促道 道兄 正是要紧 先天邪地不再威胁众人 悠然道 先定混沌契约 忠越呆了呆 失笑道 道兄真是谨慎 莫非是不相信我的育口经年 先天邪地冷笑道 倘若说话算数 还要契约作甚 你休想因我 忠越 与他签订混沌契约 邪地这才算勉强放心 道 狡图三窟 我何止三窟 我素来知道江湖险恶 因此 我的邪地宫中 存放的都不是我最看重的宝物 真正的宝贝 我都存放在另外的地方 那里 圆鸭喜欢刨坑存东西 我也不差 我的秘密据点虽然不如他多 但数量也是不少 我的宇宙原液 是存放在一个隐秘之地 千亿古船静静行驶 黑暗的星空中 星辰渐渐稀少 忠越在先天邪地的指点下不断前行 突然千亿古船驶入一片混乱空间 只见这里是古老宇宙的一个险地 叫做乱空灵 这里到处漂浮的都是空间断面和时光断面 无数断面如同一面面 没有任何厚度的镜子 凌乱地漂浮移动 稍有不慎 便有可能被这些断面剖开 或者也有可能落入时光断面之中 被时光所吞噬 你的另一个巢穴 藏在这里 忠越微微一正 道 这样的险地 肯定有不少强者前来搜寻过 他们没有发现 他们想要发现 除非修为实力胜过我百倍 而且能够在亿万时空断面中穿梭 而不迷失才行 邪地冷笑 指点忠越穿入一个空间断面 千亿古船驶入那空间断面 只见空间断面中 漂浮着数不胜数的时光断面 邪地打量 指向一块时光断面 千亿古船驶入那时光断面 船头上众人都是心头大振 看到这里的一切都极为年轻 仿佛有着几亿年的岁月 这是宇宙诞生之初的一块时光碎片 是昼光神王打碎的 不用看了 现在我们到了宇宙之初 不过只有这一小块时光 是在宇宙之初 邪地指向另一块空间断面 忠越再次催动古船驶入 他们在一块块空间 和时光的断面中穿梭 众人这才知道 为何邪地如此笃定 无人能够寻到他的这处巢穴 这里实在太隐秘了 就算知道邪地将宝物存在这里 也无法寻到这里 这些断面应该是邪地 有着收集的怪癖 从一场场大战的战场中 搜刮而来 然后统统存放在此 形成了乱空灵这个险恶之地 他们穿过了不知多少断面 终于来到邪地的宝库 只见最后的空间断面不大 只有数十里方圆 里面存放着几件宝物 混沌中的神采 金乌神帝突然失声惊叫 呆呆地看向前方 他居住在汤谷 见过不少来自混沌中的宝物 混沌火海中 常有瑰丽的宝物被冲刷出来 但是过于危险 以他的实力 还无法进入混沌海 去捡那些混沌宝物 而邪地的这座宝库中 竟然存放着几件 来自混沌的宝贝 小鸟还算识货 这是郡宫中的混沌之宝 邪地得意洋洋 道 天道主死的冤枉 他察觉到天出世 有可能与他争夺 天道之宝的掌控权 于是请我相助 说一起催动混沌宝物 可以镇压天道 当年大岁 便是将天道镇压在混沌的背上 混沌可以克制天道 混沌宝物自然也可以 我自然一不容辞 于是趁他不备 将他的混沌宝物盗走 然后他便死翘翘了 这些宝物也就归我所有了 众人大翻白眼 邪地更加得意 哈哈大笑 宇宙原液何在 忠越问道 邪地指点他得到宇宙原液 这团宇宙原液 比母皇大帝的那一团稍大一些 但也不多 应该是被邪地用掉了不少 邪地又将自己的一枚邪眼挖出 抛给风啸宗 然后神石涌动 将自己对先天邪道的感悟 传授给忠越 笑道 诸位 你们可以离开了 史不相瞒 我另一处宝库中 有我为今日准备的另一具身躯 我从我的圣地中 练取先天邪道 再造了一尊没有意识的邪地 诸君快快跑吧 因为我的报复 很快降临到你们头上 众人冷哼一声 面带杀意 忠越摇头道 我已经立过事 不会对他下手 我们走 众人无奈 只得原路返回 带来到乱空林外 忠越记起三十天道之宝 化作小天道宇宙 只见天穹扭曲 一个没有面目的男子 从天穹上走了下来 两人神石碰撞一下 忠越催动古船离去 都不说声谢谢 忠越摇了摇头 身前一面先天太极图浮现出来 与古老宇宙映照一下 过了片刻 他身躯威震 轻声道 邪地死了 第1279章 74成 邪地死了 古船上玄奇二帝 金乌神帝等人都是心头威震 藏灵神王也是难以压制心头的悸动 声音有些沙哑 天杀的 忠越点头 天杀的邪地 不过邪地还会复生 但那已经是几百年之后的事情了 而且那时他已经是天的跟班 而在这期间 摩地和神帝是否还在 上世未知之术 邪地终究还是死了 被忠越卖给了天 而且卖了个好价钱 忠越知道 天一心想要控制邪地 从而控制神帝和摩地 从而掌控古老宇宙 将古老宇宙的众生 纳入祭祀天的版图 所以 天一定需要邪地死一遭 然后方可让古老宇宙的神魔失衡 先天神帝和先天摩地 才有可能因此大打出手 先天神帝和先天摩地两败俱伤之后 那时邪地已经复生 又被天所掌控 神帝和摩地 如果不想死的话 只能投靠天 忠越的要求 天自然无法拒绝 而忠越这次将邪地卖给天 要的东西很简单 那就是天的一个承诺 助他解开最后一层血脉封印 与他一起去十万年前 去见黑帝 去见那尊道神 这是他修成先天的最大障碍 天答应这个要求 他这才将邪地的藏身地告诉天 天想掌控古老宇宙 还是没有那么容易 忠越催动古船远去 返回祖庭 心道 邪地被他掌控 但还需要几百年的时间 才可以复活过来 毕竟邪地太强了 而这几百年的时间内 变数丛生 事情的发展 断然不会按照天所预想的那般进行 说不定 说不定古老宇宙 会发生一场大变局呢 一场他意想不到的大变局 前所未有的大变局 千亿古船正式飞行 过了不久 金屋神帝下船 与忠越相变 忠越道 神帝 神魔即将大战 先天神帝和先天魔帝 都将卷入战局 金屋士恐怕也会被先天神帝征召参战 而金之计 唯有先收缩兵力 固守汤谷 切不可让自己的兵力在外 否则有性命之忧 金屋神帝凛然 返回汤谷 立刻召集在外征战的各部兵马 班师收缩 将外面的族人 统统换回汤谷 忠越催动古船回到祖庭 陈英片刻 当即下令 轻点兵马 命大军操练备战 制邪圣地 这座先天圣地 突然间光芒大放 无数先天邪道沸腾 圣地突然莫名地运转 在酝酿生命 没过多久 天穷扭曲 出现一道深深的伤痕 在鼓鼓地流下血瀑布 天穷上 巨大的身影 徐徐垂落下来 降落到制邪圣地之中 化作一个没有面目的男子 背负双手屹立在那里 静静地看着制邪圣地的动静 天 制邪圣地深处 无数邪道纠缠之间 有一个生命正在酝酿 其形如卵 卵中发出一声叹息 天悠悠地看着那枚大卵 大卵中的 一切都瞒不过他的天眼 邪爹 你现在是否服了 他轻声道 服了 那正在孕育的生命 正是复生的邪地 沉默了片刻 突然自嘲道 我自以为能够左右天下局势 将先天神地和先天魔地 玩弄于鼓掌之间 将众生玩弄于鼓掌之间 不曾想到 头来居然被众生祭祀的神灵所俘获 居然被一个小小的伏羲所因 可恨 可叹 天 他将我卖给你 卖了个什么价钱 天平静万分道 助他除掉最后的血脉诅咒 卵中的邪地呆了呆 突然放声大笑 笑得那卵都蹦来跳去 似乎听到了最好笑的笑话 你何其不至 协地讥讽道 天啊天 没想到 也会这么愚蠢答应他 你可知道 最后的血脉诅咒 除了要面对黑帝 还需要面对一尊道神 他有些幸灾乐祸 一尊真正的道神 你吃得消吗 天依旧平静 徐徐道 有你助我一统古老宇宙 统一了信仰 我便吃得消 协地冷笑连连 嘿嘿笑道 那你也吃不消 你根本不知道 你将要面对的是什么 天冲耳不闻 突然撵出一丝混沌气 平静万分 混沌契约 协地无奈 只得与他签订混沌契约 冷笑道 你会死的 真的会死的 你不知道 射下轮回封印的那位存在 是何等恐怖 你真的会死的 天的脸上多出了一些褶皱 仿佛在笑 你会随我 一起回到十万年前 不仅你去 先天神地 先天魔地 也会随我前去 我不会死 但你们便难说了 协地呆了呆 不由得颓然 过了半年时间有余 先天神地 先天魔地先后出关 府一出关 便立刻召令天下 命各大神族魔族 前去朝拜 朝拜两位老祖之后 各大神族魔族 各自返回自己的领地 然后便有灵星的战事爆发 神族魔族轻族之力 相互开战厮杀 星火燎原 更多的神族魔族 参与到战事之中 几年之间 便演变为一场 席卷古老宇宙的 末大战争 先天神地和先天魔地 虽然并未直接插手 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 这场战争 乃是两尊古老存在背后操控 而且随着时间推移 渐渐地越来越多强横存在 也参与进来 古老宇宙中隐藏的地 也纷纷出现 加入这场愈发凶险的战争之中 短短十几年 古老宇宙便四处弥漫战火 无数星球被席卷 黎明百姓葬身无数 只有金乌室固守汤谷 没有被牵连其中 除了金乌室之外 当属祖庭十分安宁 这一日 先天神帝突然出击 出现在战场中 连杀魔帝几位弟子 引来先天魔帝 两尊太古神王 会战于夫子牙 夫子牙是星云状的山牙 神帝 魔帝各自坐镇 一个在牙下 一个在牙上 只会亿万兵马冲锋厮杀 夫子牙的星云 被染成赤红之色 红光萦绕 是时候了 钟月密切关注夫子牙之战 听到探子来报 不由大喜 笑道 神帝魔帝骄恶 自顾不暇 现在是无暇关注我了 他当即点兵 让麾下大军出击 福黎 福山 福奇之 殷帆轩 殷富康 殷绍康 碧系 施伟 行天等各路帝军 造物各自统帅 以至大军出击 神魔各族自顾不暇 钟月的祖庭大军杀制 清扫一片片星域 将祖庭附近的诸多星域攻破 据为己有 祖庭各路大军 俘虏神族魔族亿万 在一座座星域中打造神城 命名为乾城 坤城 屯城 蒙城 虚城 宋城 尸城 等等 一片片星域被破 无数神魔各族俘虏 打造一座座神城 有太阳被俘获过来 塞入红炉之中 提供给红炉 无比猛烈的活力 无数体型庞大的巨人 手持巨大的少铲 摇起滚烫的金枝 交紧模具 还有赤膊的巨人 手持大锤 轰隆隆敲打成形的宝物 又有无数矿工奴隶 在一个个心脉中采矿 将上等的神经神料运来 一派热火朝天 玄旗二帝亲自在各个神城间奔波 指点神奴打铁断宝 忙得不可开交 好在各座神城很快便被竖起 新门传送 倒也省去了 他们许多辛苦 而忠越也是往来于一座座神城之间 亲自设计这些神城的阵图 大致整座神城的阵法结构 小到任何一个细致的图腾纹理 都由他亲力亲为 这是一个无比浩大的工程 神城的东西实在太多 饶是忠越分身数百万 也是大感吃不消 又过了二十年 一座座神城建成 共有六十四座之多 神城牵引诸天心力 借来星辰的力量 让神城表面的无数卦象图腾 在不断运转之中 六十四神城 对应忠越的六十四卦象 八座合在一起 便是八座先天八卦 分为神少阴 神少阳 神太阴 神太阳 魔少阴 魔少阳 魔太阳 八种不同的八卦 每三十二座神城之间 便又对应着四关 每四关都是一个四香阵 四关为四香 分别是神四香和魔四香 而神魔四香八关的中心 便是太极城 为神城和魔城相扣而成 从上方向下看去 如同一卷太极图 前后所有神城神关加在一起 共有七十四座之多 这七十四座神城神关完成 又过了十年 期间 第四次未来朱棣大会召开 在尚未完成的太极城中举办 应者云集 各路豪强背出 热闹非凡 中月亲自开谈讲法 传授七道轮回 又与诸多参悟出七道轮回的神魔论道 让前来复会的存在 都是受益匪浅 有不少受战争侵扰之害的 神魔见到这里安定 选择留下 也有不少神魔 将这里是做到的圣殿 因此选择留在此地 与道友交流心得 有了他们加入 四周的新域中 有神魔各族的修士 源源不断赶来 在七十四神城神关定居 让祖庭一代愈发兴旺 可惜无法将这些神城 炼成先天圣地 倘若能够炼成先天圣地 那么便没有天的什么事情了 中月观览这些神关神城 只见这七十四座神关神城 在隐隐约约改变着 古老宇宙的大道走向 不过改变得很是轻微 没有达到影响到 整个宇宙的程度 倘若是七十四座先天圣地 那么就非同小可了 第1280章 一刀定乾坤 七十四座神城 分割掉中月 不知多少兵力 它的近五千万神魔大军 看似很多 但分到这七十四座神城中 便显得很少了 每座神城 也不过拥有六七十万的兵力 相比动辄千万兵力的 神魔大战来说 这点兵力微不足道 随时可能被敌人逐个击破 它的势力 顶层战力绝对惊人 甚至不属于天庭 但是中层底层的战力 便大大不如 中月下令 让镇守各官各成的将领 广招古老宇宙的神魔充军 但也是杯水车星 根本无法让七十四神关神城 达到理想状态 那些神魔各族的奴隶 也被填充到各军之中 即便如此 各城各官的神魔数量 也不过两百万尊 道士人族诸天和新红宝 这一百多年来 经历了长族的发展 涌现出许许多多的神人 中月命轩原统领八官 作为人族的据点 魔少阳关 魔太阳关 神少阳关 神太阳关 魔少阴门 魔太阴门 神少阴门 神太阴门 这八官可以组成两座神魔四项 于外围的六十四神城 和中央的神太极城魔太极城一起 形成了中月的先天八卦阵势 而神魔太极城的下方 便是祖庭 如此一来 中月居于祖庭之中 便可以调动各城各官 让七十四座神城神关 如必十指 爆发出惊人的战力 不仅如此 这些神城神关的建成 它的领地也在扩张 比原来的祖庭星域 要大了七十多倍 当然 古老宇宙实在广阔 它的势力范围 只不过是古老宇宙的九牛一毛 微不足道 还比不上汤古 轮回藏区这样的先天圣地 所占据的星域辽阔 神帝魔帝开战了 中月面前悬浮着一面巨大的先天八卦 由大道组成 分为八八六十四卦 内藏神魔四乡 神魔太极 与古老宇宙的星图融合在一起 只见这先天八卦中的某一处星域 轻轻泛起波澜 它的这幅先天八卦 是它所炼制古老宇宙的地图 连接古老宇宙的各大星域的天地大道 古老宇宙发生剧烈的神魔碰撞 便会显现在这幅先天八卦图中 其中一处星域爆发出剧烈的碰撞 只能是先天神帝和先天魔帝交锋 才会让先天八卦图出现这么强烈的感应 中月打造七十四神城神观的目的 其实是为了迎合古老宇宙的天地大道 七十四座神城 对应着古老宇宙的七十四座圣地 其中 神魔太极城 对应的是穆先天的先天玄聘圣地 和神魔二帝的万魔万神圣地 四乡对应着汤谷 西谷 郡公 落月等地 而六十四神城对应的是六十四先天圣地 这些先天圣地 有些已经湮灭在历史之中 有些则被太古神王隐藏起来 七十四神城神观对应这些圣地 便可以与古老宇宙的天地大道相连 做到掌控古老宇宙的动静 因此才能打造出这幅古老宇宙的地理图 祖庭众将云集 纷纷打量这幅先天八卦地理图 观看片刻 因赴康辰迎道 神魔失衡 神魔二帝开战是必然的事情 倘若不战 神道被灭或者魔道被灭 对他们来说难以承受 只是神魔二帝现在开战 恐怕便宜不了我们 只会便宜了天和天庭 众将领纷纷点头 眼下祖庭的势力还是太小 就算先天神帝和先天魔帝两败俱伤 他们也没有足够的力量 去吞并古老宇宙的星域 建立一座座雄观 镇压天下 天掌控着邪地 倘若邪地复生 便可以维系神魔平衡 让先天神帝和先天魔帝也不得不投靠他 就算天无法掌控神魔二帝 穆先天的天庭也可以趁虚而入 天庭统一了紫薇的神魔各族 能兵强将数不胜数 趁着神魔二帝打残了神族和魔族 便可以大举入侵 吞并古老宇宙 没有了先天邪地 现在古老宇宙的态势 要么是神道消灭魔道 要么是魔道消灭神道 二者水火不容 先天神帝和先天魔帝也知道他们相争 必然是渔翁得利 但建在弦上不得不发 他们之间必须要分出生死 否则便会面临被另一方吞噬消灭的可能 而且倘若古老宇宙只剩下神道 或者只剩下魔道 魔道或者神道统一了古老宇宙 变得无比昌隆 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莫大的契机 是他们成就道神的希望 所以神魔二帝也想趁此机会消灭对方 说不定可以让自己成就道神 穆先天应该也在关注这里的战局 金和熙陈英道 他肯定不会放过这个大好机会 天庭的兵力大举入侵 我们占不了多少便宜 众人纷纷点头 他们的势力还是太弱小了 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统一古老宇宙 倘若可以让古老宇宙的神魔平衡呢 钟月突然笑道 神魔平衡? 英凡轩 弊案 弗里等人都是一正 玄其二帝摇头道 先生 古老宇宙的神道魔道如此强横 只有先天邪地才能平衡 先天邪地尚未复生 谁能做平衡神魔的龙温线 众人纷纷看向藏灵神王 藏灵神王连忙摇头 道 我不成 虽说我的大道不属于神道 也不属于魔道 但是我插在神魔之间 绝对是死路一条 给我万年时间 我恢复道藏地神王的水准 说不得能够插足其中 钟月摇头 三百年不到 邪地便会复生 而三百年间 目先天必然会大举入侵 等不了那么长时间 弗里沉吟道 或许可以建造一条 横贯古老宇宙的长桥 作为龙温线 分割神魔二道 他随即摇了摇头 这条桥未免也太长了一些 根本不切实际 不可能建造出来 只有一个无比强大的生灵 如先天邪地 一般强大 才可以分割神魔二道 让二道平衡 神魔二地霸占 以那个生灵马首是瞻 邪地可以做到 目先天也有可能做到 这也是天和目先天的打算 钟月突然笑道 我祖庭也可以做到 众人都是一正 横贯宣摇头道 我祖庭中没有如此强大的存在 而且神魔二道无法跨越 需得有一个不修神魔的存在 强大到可以隔开 古老宇宙的神道和魔道的程度 才可以半倒 我祖庭中 他摇了摇头 这一点别说钟月做不到 就算将祖庭中 所有存在绑在一起 也做不到 钟月拔出天地权柄 化作一口先天神刀 插在先天八卦地理图中 笑道 倘若我祖庭的七十四成 化作一个整体 记起先天一道 便可以分割神魔 朱隽 我这口刀的威能 尚未完全爆发 不如来试一试 我们到底 可以让他的威能 恢复到何种程度 众人面面相去 对他这口神刀的威能 不太看好 除非能够让钟月的先天神刀 达到与斜地那样的 存在抗衡的程度 否则根本不太可能做到 分割古老宇宙的神魔二道 这口刀 藏灵神王脸色微变 显然认出了刀柄的来历 脑海中不由浮现出 那个可怕的身影 争 先天神刀冲天而起 悬浮在祖庭的上空 钟月记起神刀 步踏钢斗 引来祖庭周天的星辰 无数星光分踏而来 诸如到先天神刀之中 大殿中 诸多将领走出大殿 然后走向四面八方 进入一座座新门 回归各自的神城 调动千军万马 形成一个个七道轮回大阵 轰隆 七十四座神城神关 七十四座七道轮回大阵启动 一道道恐怖的威能 从四面八方滚滚涌来 涌向祖庭上空 轰入那口先天神刀之中 那口神刀的威能顿时大作 刀光明亮至极 将祖庭附近的七十四星域 悉数照亮 不仅如此 刀光还在向外延伸 越来越远 影响到古老宇宙 更多星域的先天大道 藏灵神王 玄其二帝露出金融 钟月这口先天神刀 竟然承受出亿万神魔的法力 威力竟然已经超越了 绝大多数的帝兵 钟月的先天神刀的威力 他们自然是知道的 虽然是帝君层次的宝物 但威力与帝兵相差无几 不可能超越帝兵 而现在 先天神刀的威能 便已然超越了绝大多数帝兵 甚至超越了绝大多数的天道之宝 一口帝君层次的宝物 怎么可能承受得住 如此强大的能量 而不崩溃 不粉碎 果然是那件宝物 藏灵神王心中一惊 三位帝籍存在对视一眼 各自叱咤一声 鼓荡法力 涌向先天神刀 他们三位帝的力量更加恐怖 让先天神刀的光芒映照得更远 刀威震荡 向古老宇宙更远的地方蔓延而去 刀光如电 切开古老宇宙的神魔二道 风啸忠正在闭关 研究邪地神眼 突然心神悸动 出关抬头看去 不由正然 好宝物 记 他将自身法力催动 记起那口愈发庞大 威能愈发震撼的神刀 先天神刀的威能 顿时再次提升 有他的加入 古老宇宙的神道魔道 分踏而来 涌入神刀之中 神刀内 先天一道统筹万道 万道河流 归入神刀之中 古老宇宙的天地大道 在剧烈动荡 化作一道道玄光 流向那口神刀 助障神刀之威 六道戒猪中 扶伤皇太子 突然心神悸动 张开眼睛 身躯颤抖 颤巍巍地向六道戒猪外走去 父亲 你活过来了吗 他喃喃道 感受到那惊天动地的悸动 他感受到的悸动 是扶明道尊的先天一道的悸动 那先天一道越来越强横 镇压诸天万道 降伏万道 吞并万道 只有道尊的巅峰时期 才拥有如此强悍的威亚 夫子牙心欲 先天神帝和先天魔帝 正在大打出手 两尊古老的神王 杀得夫子牙崩溃 群星烟灭 心云瓦解 突然 那浩瀚的威能波动席卷而来 如同一道刀光分开 正在剧烈冲撞的神魔二道 那股浩瀚的威能不断复苏 不断觉醒 好像有一尊恐怖无比的存在 缓缓睁开眼睛 从昏睡中栩栩醒来 让两尊太古神王 都是面色如土 急忙分开 道尊活过来了 快走